好 先我們來解決一下就是那個萬一中文字版本出來的 你可以變成圖片 那我們剛剛跟各位介紹這個Photocab Photocab的話你打開之後呢 在裡面就有一個小驢子 有沒有 小驢子你直接點兩下就可以執行了 打開 那一般來說因為我們的這個文字大部分就是標題嘛 所以都是Banner 橫幅比較多 就是比較扁平 所以 預設它開的比較大 你可以來這邊 檔案裡面 做一個 這樣好了 新的編輯 新的編輯 好 那這個尺寸呢 如果你是Banner的話大概就60 高度差不多200多 應該就夠了 大部分沒有那麼多 大部分沒那麼多 那 顏色的部分你可以先暫時用預設的 暫時用預設的沒有關係 好 我就按OK OK OK 這樣 稍微比較扁平一點點吧 對不對 好 那 怎麼打字 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三個 右上角這裡有三個 三種打字的方法 三種打字的 那 這個呢 簡和言之 如果你是一般的文字 直接點了就好了 那 這個字 就是 大小都一樣 每個字都一樣 顏色 樣式都一樣 比如說我想要用這一種的 點一下 它字就進來了 有沒有 那文字的內容可以從上面直接改 還有你的那個標題啦 滑滑題有沒有 好 像這邊 好 打完了 那如果你比較特殊 你想要加上陰影的 你可能按一下這裡 物件屬性的設定 或者在文字上面點兩下 兜兜 都可以 有一個陰影 勾起來 有沒有 這個陰影字就跑出來了 很簡單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第一種文字的方式 第二種呢 就比較類似像握著 因為 有些文字我們希望怎麼樣 有大有小 顏色不一樣對不對 稍微有點排版的感覺 那你可以在上面兜兜 看到這個你應該就很清楚了吧 像不像小的那個 到現在忘記廣播 這個 這樣像不像小的那個 文字遍遍器 對吧 所以你就可以承認 每個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大小去設定 好 這個 那第三種 看到這個 你有沒有想過 Office系列裡面 有一個叫做文字藝術師 對啊 就是跟那個一樣 所以其實講過了你就會的嘛 那你要 我不用講太多的 那你可以試一下 但是重點是什麼 當你打完了之後 請你 注意一下 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兩個塗層 對不對 我們的文字都會在改 因為 你待會兒出去的時候 應該不希望有這個白白的吧 對不對 所以麻煩你把下面的眼睛關掉 在這裡 關掉之後呢 它會變成半透明 有沒有 會像那個賽車格這樣半的 這樣代表說這張圖片就是透明的 好的時候 麻煩你 從這邊儲存 我這邊就講快一點點 等一下你吃飯直接不夠 好 那麼你儲存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 到底要存什麼格式比較好 這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 大家最常用的叫做什麼 JPG 請問JPG可不可以透明啊 不行喔 而且JPG很討厭喔 所謂的討厭就是 你每存一次都會做壓縮 所以其實JPG有個 雖然說大家廣泛使用 但是它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格式 因為你每存一次 它就是屬於破壞性壓縮 檔案品質會有一個差 即使你是壓縮百分之百 還是有loss 所以我們會建議各位 在這個地方呢 您可以看一下 這裡 有好幾種對不對 如果您希望未來 這個檔案內容還可以再編輯的 請你選擇PCL 就是它工作檔 它專屬的格式 那這些圖層會留著 文字可以繼續改 那如果您要拿來一般的使用 或者您在簡報裡面 因為我們當然簡報都會有背景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透明的 請你選擇PNG 事實上TIF也可以啦 只是 你在網路上用就用PNG就好了 用PNG這樣就可以 了解了嗎 好那您看我這裡先取消一下 甚至在這邊也有什麼 它送你們一些圖庫 比如說你想要加個東西啊 加個小熊熊 好 這樣 進來之後 字要放上面 圖層就按著它往上 有沒有看到一個紅色的線 表示那個圖層的順序 字就上來了 所以 你用圖片的話 你可以有更多的什麼 就是 不一樣的變化 好 不一樣的變化 好假設我要用這樣子 好那這個字可以小一點 太小了 好這樣 OK 我就把它按儲存 這時候我會選擇PNG 選擇PNG 選擇PNG 那我放在這邊 好但是要注意一下 你選擇PNG之後 有沒有發現我選擇 我自己的電腦 找到它了 好 看到它了對不對 放大一點 你看 有沒有一名就它是一名 這樣清楚了 所以你認識那個格式很重要 用這個格式 你的圖片才會 比較OK 那既然講到圖片格式 順便講一下 因為我們後面會提到 在這邊 先跳到後面去 這個地方就是 插入PowerPoint的時候 它會給你的 那個範本的選擇 有沒有 插入PowerPoint之後 它就會給你選擇 你要變成什麼樣的 那個簡報形式 好 我們在這裡還有一個 這 這 也沒有看到很多免費圖庫 各位 剛剛那個是不得已 才要自己做 嘛 這裡提供的 都是PNG的 不用具備的 看了喜歡就直接拿了 這樣了解 所以 你可以有興趣可以去找看看 像這些的上面 像這個 OpenClear R的這個其實蠻不錯的 這個就跟微軟 它不是有個叫做 那個 美工圖庫嗎 跟那個有點類似 可是它這個都是OpenSource 就是你可以 比較放輕的用的 而且它大小 都 比如說這個調寵好的 來 點一下 好 你看 有沒有PNG 對不對 它本身是一個項量檔 好 那你下載PNG 你如果要解析度 比較高的直接打 如果沒有打 就是螢幕上用的 好 會比較小 我就直接 PNG 喔 這樣大張 所以我直接把它存下來 所以你會找資源也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 沒有找對資源 就很抱歉了 好 好現在從這邊一樣 插入圖片 從檔案 這樣有沒有 對不對 沒空 老是做去背啊 當然線上 如果你有空去我的 不過我看一下 最近有看到一個 線上直接去背的 呵呵 也不錯 我們盡量就是 整合你的那些免費資源 你有錢的 你直接用Adobe的資源做就好 沒有錢的 想辦法找 去整合嘛 對不對 不然的話 真的 現在費用那麼少 怎麼辦 OK 所以這樣文字應該沒問題了吧 可以